先回東京 梁冰雪小姐 你是否願意嫁給唐立生先生 為你的合法丈夫 以後甘苦與共呢 樂園二 立生, 這麼晚還沒睡 不要吃這麼多煙 不要, 我還沒想睡 立生, 關於診所的事 媽媽, 診所的事, 遲些再說吧 你一天不開一間診所 我一天都不安心 其實我有想過的 但是錢還沒想好 想開賭, 又怕無客 無客的又不知道守得不久 只是熟客, 慢慢就有了 以我的兒子, 真材實料 應該越做越旺, 越多人信任 至於錢方面, 你不用擔心 我們全家人為你找辦法, 是不是? 楠先生, 不如過兩天 我陪你看看店位, 或者找阿靖 媽媽, 我自己想了 晚了, 早點睡 那你早點睡吧 晚了, 晚了 晚了 不知道阿倩為何要我們 由三多分散地走出來呢 又約來這裡喝茶 我們幾個老鬼來 當然有重要軍情報告 你真是自作聰明, 真是 阿欣也在, 有甚麼秘密這麼誇張 阿雪和她男朋友的事算不算是秘密? 是呀, 早安 昨晚我就想問你了 不過見阿虎和立生都在, 又不能問 所以今天就約你們出來這裡談談 對了, 欣蘭, 你去到美國見到阿雪 她現在怎麼樣? 我特意帶了照片給你們看 我們在美國拍的 看, 他男朋友 看, 挺好樣, 這個他男朋友? 我又說不夠立生好樣 看外表, 一表人才 對了, 本來阿雪甚麼都忘記了 繞個圈, 她又會認識醫生男朋友 看來她跟醫生挺有緣分 剛好就這麼巧, 很多人做醫生 現在看見她開心也不錯 我們都放下心頭大石 不用像整天的心裡欠了別人的東西 我看阿立生還愛著阿雪 她的銀包放了, 她的照片在這裡 如果在雪見到立生, 我不敢想像 她的場面是怎樣的 原本他們說年尾會回香港 我挺害怕 幸好昨天阿雪漏夜打給我 說現在不能回來 為甚麼? Melfin的舅舅不給 那給我, 我也不讓女兒回來香港 為甚麼? 是呀, 免得她回來見到立生 他們倆現在還打算結婚 結婚之後就更加不能回來 為甚麼? 嘉, 你忘記了 當天立生和阿雪還沒辦離婚手續 那倒是, 如果被人知道阿雪再婚 甚麼幸福都沒有了 所以阿雪現在又拍拖又定婚 阿雪千萬不要讓立生知道 不過立生雖然是掛著阿雪 我猜他也不會破壞阿雪的幸福 世事難料 將來他們倆見面也不知道會怎樣 那倒是呀, 如果是雪見到立生 阿雪又會想起以前的事 婆婆和舅舅經常怕這件事會發生 所以千叮萬粥 叫我一定不能將這件事告訴立生 她也知道的, 你們保守秘密 阿欣, 如果她倆弄定是有緣分的 就算我們甚麼都不說 天天都會安排她倆在一起 不知道是否天天安排呢? 阿雪雖然甚麼都不記得 但她記得我們生開叉燒 她原來, 記得叉燒也不記得立生? 好, 我看過了 這條街只有四間診所 這裡也有四間嗎? 連對面大廈那裡有六間 不是有十間那麼多嗎? 不算多了, 好醫 這裡人口這麼密集 只有一間耳鼻喉專科, 一間虎科 其他全部都是普通診所 沒有一間是專門看眼睛的 而且這裡距離醫院很遠 那些病人排街症也會麻煩 這倒是, 這裡的人真的不少 不過每個人都好像趕著下班 像雞似的腳走 會不會有人來看症? 不用擔心, 好醫 總之一有人的地方就自然有人生 你看看這個地點 去中華和柴灣都是必經之路 而且這個地鋪也夠走腳 裡面有醫生跟我說 他這裡很好生意 如果不是移民, 也不會出現房子 所以說如果唐立先生在這裡開診所 我想生意人有得做的 看就這樣看吧 放心吧, 好醫 唐立先生是有這麼有經驗的眼科醫生 他做耐左前有熟客 做得有口碑 我想遠道住屯門的那些人 抓出來找他看症 真的嗎? 阿靖, 剛才只顧問你那樣就問你那樣 也忘了有你撲得全身大汗 來…拿紙巾抹一下汗 謝謝, 好醫 不用客氣 我要謝謝你這麼出心為立先生 我是幫你的朋友而已 阿靖, 你跑得這麼辛苦 不如我在附近喝一杯飲料好嗎 我們剛才才剛喝完飲料而已 不過趕時間了 我還要回社區中心做買手味 你這麼忙, 妨礙你了 別這麼說, 如果你有甚麼事 立即找我 我幫你, 我一定幫的 好不好? 好, 一定… 再見, 賀姨 來了嗎? 賀姨, 還有今天這麼有興致 叫我買了啤酒藥上來呢? 看到你賀姨無所, 還好我嗎? 賀姨無所?我還沒決定 阿靖, 陪著你剛才看店舖的位置 還要做假的嗎? 不會的, 可能他們有空到處走走 來, 先喝一杯 其實你也不用這麼擔心 你是不是第一次開診所? 對了, 你跟我來 這張標, 我送給你 當作是一種古籃 很別致 是呀, 是古董標 瑞士的廠都不出這種款式了 不行, 這麼明白我不得了 你收著它吧 原本戴這張標的人應該是我的兒子 當時我想, 等他入大大學讀醫 我就獎給他 但我和他也等不到這一天 喝 所以不可以不收, 可能下一次我都送不到給你 怎麼會呢?不要說這種話 世事的事, 變幻無長, 很難說的 我們這些人, 永遠都不是爭取自己身邊的人 但當他不在的時候, 就會後悔 只要是要他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人 從來都不替他想想的 個人都沒有錯了, 後悔也沒用了 如果這樣, 如果現在讓你遇到他 你會怎麼樣呢? 我為第一時間跟他道歉 我會告訴他 我是多疼愛他, 多愛他 我會承認我自己做錯了 就算他做不做得成醫生 我也不會給他壓力 總之, 他喜歡做甚麼都好 我也沒所謂 也許 bod Commission, 你和她娘 請OTHER 再幫我 ecc。いた Make Turn 立飛 你怎麼這麼靜悟坐在那裡 temu 沒有的, 吹风而已 吹風歸吹風, 也要吃飯才行 你晚飯只吃了兩口, 別吃煙了 沒有, 我最近工作太忙, 沒胃口了 工作忙就更加要吃飯 要不然必有體力 湯煮熱了, 你喝一碗 謝謝, 阿姨, 還是冷點吧 垃圾, 你是否為間診所示範 不是 雖然說生兒子不知兒子心肝 但是我這個媽媽猜到你的心八成了 今天阿靖替我和你選了兩間店 你看看吧 一間是在沙基灣, 一間是小西灣 那裡人口流動很多, 但是診所不多 阿靖說有得做有潛質 不錯 是嗎?不如明天你自己親自去看看 好不好? 這兩間地鋪 阿靖, 你媽媽走到飛機才找回來的 叉燒丙都說這些地區有得做 你明天去看看吧 好啊 對了, 這麼晚, 忙了一整天 你們倆都累了, 早點進去睡吧 我不累, 而且租店的東西不遲得 萬一被租了怎麼辦? 是不是?要打鐵趁熱的 你看好之後, 又要裝修, 又要責任開張 到時候媽媽做你第一個病人 媽媽, 別說什麼了 不如媽媽明天陪你去看店 姐姐, 你明天有空嗎? 我們一起去看店 好, 一起去, 立生吧? 好, 立生 什麼? 明天一起去看店, 好不好? 好… 對了, 立生, 你怎麼整晚心不在焉 你不是有事嗎? 沒事 是不是有什麼解決不了呢? 你說出來吧, 大家商量一下 不是, 我想一個人靜一下 好, 知道 這樣也對, 開診所是你的專長 你自己慢慢想清楚 好, 那我們回去睡吧 你喝湯吧 你一會兒自己看看 你忍著接我 不要 我說CeCe, 希望大家不要插手 以後我們一刀兩刀 在我身上 冰冰冷冷 鮮花也再無法將溫失的戀意還你身 人若然忘記了愛 忘掉與何去相愛 求你來悲歡中留心的傾聽 每一聲心跳 再不會離開 你是藏我身邊自愛 是你這刻滿了吧 沒有火花在顏身 阿楠, 有沒有留兩碗給阿楠 一早留了, 阿福 話說回來, 他們倆很少不回來吃飯 怎麼連電話都沒有? 有, 比兩次電話還要回來 我問立生有沒有回來了 不知道有沒有甚麼事 沒事的, 好像整天找孩子 有甚麼出奇 阿福, 好事你也不說 回來 別睡了… 這麼晚就好 阿楠, 我等立生, 等也不見人 你不會新車 你有沒有試試打她手提電話 我打過很多次, 她電話不通 或者沒見, 你不用不緊張 我真是怕她有意外 她約了我看店 沒理由一聲都不出 有人影響不見, 走了 你試試打給她的朋友 可能他們去吃飯忘記了 姐姐, 立生有多少朋友 我找過阿靖, 又找過阿康伯 都說不見她 我打去藥廠 藥廠說她拿了藥 又沒有回來 我真是有點擔心 怎麼辦 你不會這麼巧, 被人綁架吧 你不要一輩子開口 不要亂說話 不行, 我還是外出再找她 好熱, 我記得了 下午幾時, 立生表叔回來的 他日光拿了一本小小的書 就走了 立生回來? 你好, 你找甚麼? 姐姐, 糟了 立生的護照不見了 媽媽, 看看我的臉衣 新的嗎? 很漂亮 新的 很配合你 漂亮 真是有姑媽當年的艷光 不是的, 你們兩個說話 沒過臉衫的 很漂亮 不行, 就罰你們兩個 陪我和Samson 在World Palace吃飯 別騷擾我, 免得做電燈膽 姑媽, 來吧 我當然和你媽媽一條陣線 我也不做電燈膽那麼缺德 你們很壞, 經常都是這樣 不怕, 還有一個 爸爸 來… 爸爸 甚麼事?來吧 我和Samson去吃飯 我陪你吃飯, 誰煮給他們吃? 以前一早買好材料 打算今晚煮海鮮餐大顯身手 是啊 說不定呢, 煮得好吃 我們開店也賣海鮮餐 你自己去吧 和Samson玩得開心一點 你們也沒辦法 經常都是這樣 不下機會人家請你們吃飯 差來賺到錢才請我們吃飯 有很多機會 到時候你還說請我們吃飯 浪費錢 我真的不用省錢 Sharon, 看我要出門了 趕快濕車 不用帶動了 那我先走了 再見… 好, 開心一點 這個女兒真是 對了, Becky 我打算有九戶字才有飯吃 不如我推你進去休息一下 好 不如讓我推, 我也想進去休息一下 謝謝姐姐 謝謝姐姐 行不行? 行 我聽 你好 謝謝, 梁冰雪 你已經出門了, Samson 約他吃飯了 他去哪間餐廳? Rose Palace, 不是你訂的嗎? 謝謝 謝謝 再見 請你先喝一杯, Sir 請喝一杯 請喝一杯 好, Sir 剛剛有東西送給你 怎麼送東西給我? 不是我生日的 今天是一個大日子, 你不記得嗎? 你真的不記得嗎? 今天是我們拍拖九百九十九日 這麼久了? 是啊 不要這麼久了, 你暗軟的日子吧 是 當然不是 不過呢 今天除了是我們拍拖九百九十日大日子之外 還是我和你求婚的大日子 哪兒有人用金布求婚, 誰都不介意 你喜歡特別的嘛 我不管了 伸一隻手出來 帶了它 那就是答應我 不嫁給我做我老婆子 誰教你 你不嫁給我, 我嫁給誰 我這麼辛苦讀醫 還是想多賺點錢 讓你嫁給我之後 胖胖胖胖胖 多生一個小孩 你現在反悔就不行了 以後呢, 你也要做我的醫生太太 不臭 不要緊, 即使你多醜, 我也會娶你 帶著它 好